這裡是尼泊爾館 我們是尼泊爾館 細博園這麼大 又超過二百多個館 一班香港八十下的上班族 只有一天時間遊園 又沒有特別的計劃 行程可以怎樣呢 我也有去過泰國館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景色很漂亮 我們會有興趣進去看看 選了泰國館 有沒有選錯呢 影音特效 揮合雷射效果 介紹泰國的文化和歷史 還有4D影片 讓大家認識泰國早期和現在的生活 進去之前 沒有想過會 看那麼多不同的影片 介紹泰國 但之後 頭兩部分都沒有特別的 第三部分以為它只是3D電影 簡單 原來它是看透有水滴下來 又有風吹 4D 平時去泰國都不會 留意到那麼多他們的文化 今次進去館 就會比較認識到他們 他們不同的衣著 或者他們懂的東西 或者他們喜歡平時做些甚麼 就是各種文化 泰國之外 日本館也是深水的場館 不過要排最少一個鐘頭隊 時間有限 唯有改變策略 謝謝 謝謝 其實整個西方園這麼大 一天真的未必足夠時間走 像中國館一樣 要預約才能進場 像我一樣 沒有預約又不能進場 唯有在外面拍照 留個紀念吧 西方焦點的中國館 沒有預約就不能進場 可以過隔離香港館 感受無限城市的主題 一場來到, 進不了深水的場館 買手信留個紀念也開心 裡面沒有嗎 裡面沒有嗎 都沒有 四個是甚麼館 由早到晚 結果看到六個場館 對這班80校的上班族來說 最深刻的體會是甚麼呢 我很喜歡看去不同國家 究竟拿些甚麼出來給我們看 大家都會想拿大家最漂亮的東西出來 給我們看 他們拿出來的東西 我很多都挺受的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郭泳斯報道 到晚了